就是属于我的恶运 就让我一人来承担好 谭太进虽然是魔神 但在波耳扶生梦中 他成为了拯救苍生的战神 波耳扶生梦映射的可是真实的内心 说明谭太进渴望成为英雄 这场梦也让夜西物看清了自己的心 他是真的爱上了谭太进 想拯救这个无辜的小魔神 从梦中出来后 谭太进的情思开始发芽 夜西物各种疗夫很是甜蜜 或为彼此初恋的两人 开启了甜蜜的热恋 这是他们最甜最美的回忆 可终究难逃宿命 因为各种误会而伤害了彼此 夜西物抱着必死的心 换下邪骨 彻底地离开了谭太进的世界 夜西物死后 谭太进多次想殉情 甚至放了一把火烧死自己 每次都被自己的侍卫救下 最后丢下国家 跑到鬼窟河去招魂 就这样折磨了自己五百年 被逍遥宗主捡走救活 谭太进没想到会在逍遥中遇到黎苏苏 第一眼看见就确定他 可魔神不灭三界动荡不安 谭太进和苏苏也难以相守在一起 谭太进最终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宿命 他让所有人误会自己入魔 利用逍遥宗的力量打开了同杯道 跟同杯道一起彻底消失 苏苏哭得撕心裂肺 说好了两人一起承担一切 一起赴死不再分离 可谭太进终究还是不舍得苏苏去死 最终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所有人 苏苏坚信谭太进一定还活着 千年来从未停止寻找丈夫 期待在番外结局中幸福相守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